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深的背景其实是战略合作 我们都知道美国和英国 法国这些西方国家 一直是中东国家武器贸易和武器供应的大户 沙特 阿联酋 卡塔尔这些国家 有着丰厚的石油出口的收入 经常大手笔的进口美国和欧洲的武器 但是近年来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武器贸易也在稳步的增长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中东武器贸易的参与者 欧美占优势的趋势 在将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印度人这篇文章认为 自从2013年中国宣布一带一漏倡议以来 中国已经成为了这个地区 几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外国投资者 虽然目前中国的关注重点是重大的经济投资方面的协议 主要是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的这样一些项目 但是中国也在调整战略方向 跟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 将武器贸易纳入了生意范围 2016年的1月份 中国在国家领导人访问沙特阿拉伯 埃及和伊朗前一周 公开了中国的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这个政策文件将中国在这个地区的总体目标描述为 实现活作共赢 共同发展 使中阿战略活作关系更加的美好 但是他也特别提到 要加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合作 并深化武器装备和各种专门技术的合作 中国将继续支持阿拉伯国家发展国防和军事力量 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总体来说 中东国家对先进武器系统和技术的需求正在上升 主要原因是由于一些国家面临着现实的安全威胁 以及区域内的少数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比如说伊朗的核计划 使一些逊尼派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热衷于囤积武器 而伊拉克和西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残余分子 继续对这些国家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 沙特的国内安全既受到恐怖分子的威胁 还面临着野门胡塞叛军从南部边境频繁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 美国这些西方主要出口国对武装无人机等装备的出口 有很多限制性的政策 这就迫使沙特阿拉伯和阿兰球 寻找附加条件比较少的替代的来源 这个是中国希望填补的一个重要的空白 2017年的3月 沙特的阿布豆勒拉奇兹国王科技城 与中国的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 合作生产中国的彩虹4无人机 沙特和伊拉克从2014年以来 一直在使用这个型号的无人机 沙特的这一无人机生产制造设施 将可能成为为中东其他的彩虹4的使用者 这里面就包括埃及伊拉克和约旦 制造和服务的枢纽 同样呢 阿联酋在2011年进口了中国制造的 翼龙1型无人机 并且在2017年呢 成为翼龙2型无人机的第一个客户 2016年至2020年期间 中国对沙特和阿联酋的武器销售额 分别比2011年至2015年呢 增加了386%和169% 当然呢 这些数字比起欧美国家 在这一地区动辄上百亿美元的武器订单来说 还是比较小的 但是未来成长的空间呢 很大 此外呢 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 在2020年10月到期 中伊两国在2021年的3月份 签署了前面占领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协议 那这就是在这协议里面明确啊 要在安全和国防的设备和技术领域啊 要建立合作的机制 因此呢 伊朗也可能成为中国未来武器出口的客户之一 毫无疑问呢 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武器出口 损害了美欧军火商的利益 尤其是如果中国向伊朗出售武器的话 有可能会引发美国的政治反弹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美国已经同中国撕破了脸皮 美国已经下决心要将中国往死里整了 那中国反倒是少了许多的顾忌和掣肘 在很多问题上反倒是好决断的 武器贸易对战略合作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因为武器不是一般的商品 采购一国的武器等于宣布在安全领域 对这个国家是彻底放心 中国通过武器贸易加深了与中东国家的战略联系 这比单纯抢了欧美军火商的生意呀 可能更让欧美政府感到不痛快 随着中国武器技术水平的提高 中国武器的竞争力呢 也越来越强 可以预见呢 我国的军工企业 从中东赠大把草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好吧 这句话就说到这 下期节目再见